那其實事實上在這個 普警惠政府 普警惠總統要接受到彈劾之前 我有發現到一個狀況 就是台灣有很多媒體 開始注意這件事情 但是注意到的理由 通常都是說 你看這個做不好的總統 那你是不是就應該要 接下來你可能就會遭受到 人民的審判 那如果從這邊看的話 當然第一點 當然這個小英總統 自己也曾經說過 不要覺得我們可以安穩的 執政四年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更親民意民心 但是我覺得這中間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說韓國的這個總統普警惠 那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是不跟民眾溝通的 那我們現在的政府 那如何去讓跟民眾溝通 並且讓民眾更知道 現在政府想要推動的 以及他為什麼要這樣推動 這個說明的過程 雖然有些人覺得說 不必要或者說太麻煩 應該現在國會多數就直接做 但是事實上 我們從韓國的例子來看 即便普警惠過去 曾經是個國會多數的領導人 而且他上台的時候是過半的支持率 但是到最後他落得這樣的下場 這是值得我們台灣非常警惕 和深思的部分 我從你跟國論大哥看出兩個不是那麼相同的一個觀點 他認為 哇 看南韓這樣子 我們的彈劾權怎麼從來沒有發揮過他真正的影響力 可是我覺得你從你的觀點裡頭 你跟他的觀點不太一樣是 你好像憂心的是 在民意輿論的壓力狀況之下呢 可能彈劾權會不會因此被濫用 甚至導致憲政的危機 導致政權的不穩定 你是不是比較憂心這個部分 這我個人在長期觀察韓國的政治的時候 的確已經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做彈劾的時候 任何國家都有一些法律的過程 可是在每一次的法律過程之後 都造成了韓國內部非常大的紛爭 以及非常大的衝突 而這樣的衝突 各位也可以看到 剛剛其實事實上在 我剛剛有提到說 有77%的人贊成彈劾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更可怕的事情是 在民調的過程之中 這個所有的人不管贊成或是不贊成 對於如果這個違憲的判決的結果 跟自己的意見不同的話 有70%以上的人是覺得不能容忍的 所以說這個你就 如果說這個如果是非常 因為這次已經比較懸殊了 那如果是非常接近的狀況之下的話 這個結果一旦出來 然後一方不服氣 另外一方面又在街頭上面 大家就持續在街頭上面做 那事實上就韓國目前的狀況來看 國政的運行上面是有一些困難的 你越來越多了